传载四百江号作者,将龙管事件一场北方旅战,将苏苏宁将帅以5比2一场大胜向中抄对手宣布,亚冠梦想不灭,不到最后一刻,苏宁将永不放弃, 9月29日,下午15点30分,中抄第24轮先赛一场,江苏苏宁与高克战长春亚太,此一苏宁众将彻底爆发,并没有受到上一轮被恒大逆转的影响,取得了一场酣畅迷离的大胜,其中头号球星侧谢拉独造四球,上半场第12分钟,亚太中抄非常短,埃德尔精准传球, 可谢拉突入禁区后一记外脚被传至门前,孙杰在解雷时不慎自摆乌龙,亚太先丢一球,10比1落后苏宁,第27分钟,埃德尔中场敲传,可谢拉反越为成功,禁区内爆射破门,苏宁2比0领先,第54分钟,苏宁后场境外球制出后连续一脚传递到前场, 周云回坐,谢鹏飞进区外远射折射破门,第67分钟,李昂进区内拉倒伊哈洛被伐点球,伊哈洛主罚点球命中,亚太帮回一球,第75分钟,埃德尔担当被于瑞拉倒,亮黄变异红被伐下场, 比赛随之失去悬念,特谢拉第77分钟传球至门前,埃德尔轻松推着破门,帮助苏宁打进第4球,第88分钟,又是特谢拉精准传球,埃德尔稍作扫帚,打远脚破手,将比分改写为5比1领先,亚太没有放弃,在第90分钟小玉峰,利用脚球机会投球破门,最终亚太主场2比5不敌加苏宁宁以后, 主场连续5轮,不败被终结,只为一截的是,苏宁在上赛季被亚太双杀,本赛季以双杀回敬了对手,此一,特谢拉表现非常抢眼,他打进一球,到一粒乌龙,送出一记助攻,以42球追平吉尔伯特的对史剑球记录,赛后,他接受了采访,苏宁排名连赛季分榜第5,距离亚冠之还有一定差距, 当被问及是否在赛前有很大压力时,特谢拉表示,因为这两年,我们将缩队作为强队,一直都有很大压力,包括上一场我们2比0先被逆转,非常让人失望,主教练也告诉我们, 我们这场比赛一定要像男人一样战斗,所以我们取得了这样的胜利,当被问及取得这场客场大胜,是否对接下来的比赛有帮助时,特谢拉表示肯定,肯定是有帮助的,让我们有更多机会实现目标,对手也是相当不错,他们在主场状态也是很不错的, 希望苏宁朝着亚冠梦想不断努力,加油,欢迎关注空交龙冠世界QUOT,支持中国足球